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华丽家族六朝陈俊谢时家传》 作者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萧华荣 朱雀桥边野草花 乌一巷口西阳霞 旧时王谢唐前宴 飞入寻常百姓家 唐代诗人刘雨昕的这首《乌一巷》 可以说是家喻户孝 《乌一巷》位于南京秦淮河南岸 今天只是一条长150米宽3米的小巷子 而在两近南朝这里豪宅林立 车水马龙 世家子弟近处往来热闹非凡 不夸张地说 当时的乌一巷是南京乃至整个南方最著名的地标 而这完全是因为两个大家族 也就是诗里所说的王谢聚居于此 所谓王谢指狼牙王室和陈俊谢氏 在两近南朝 也就是从西近建立到陈朝被隋朝消灭之间的三百多年 王、谢是名副其实的官宦世家 他们的子弟世代为官 仅五品以上的中高级官员就多达二百四十名 会做官只是一方面 人们对王谢的向往最主要的是由于他们的历史形象和文化形象 这其中陈俊谢氏有其突出 他们家可以说是偶像辈出 以谢安为例 他一身兼具名臣、隐氏、明氏三种身份 当宰相能制约全臣抵御外敌 退隐能同知己好友流连于山水 谈诗论道 而作为名士 谢安学识渊博 风姿绰约 足以迷倒众生 这简直是偶像级别的士大夫 谢安声望之高 连心高气傲的李白都五体投地 写过不少赞颂他的诗篇 谢氏的另两位偶像级人物 谢灵韵和谢挑 文学史上并称大小谢 他们对李白的创作产生过深刻影响 李白也没少夸他俩 一个能让师仙成为谜地的家族 有着怎样的秘密 凡胜的家业又为何会没落 以至于深宅大院变成寻常人家 今天讲的这本华丽家族 就将揭示陈俊谢氏三百多年的兴衰荣辱 我将分三部分讲这本书 第一部分 发迹 从儒学世家到玄学名家 第二部分 崛起 从次等世俗到顶级门阀 第三部分 衰落 从高门大阀沦为皇权附庸 下面开始讲第一部分 发迹 从儒学世家到玄学名家 先说说谢氏的老家 陈俊 他包括今天的河南太康 商水 淮阳等县区 其中的太康 就是谢氏宗族聚居地 草卫时 谢氏祖辈担任过点农中郎将之类的中级官员 晋朝建立后 谢氏子弟又在晋朝作官 这段时期 谢氏以精通儒学组成 其代表人物谢恒当过国子祭旧 相当于高等学府校长 号称当代大儒 这其实是时代识然 东汉以来 儒学是朝廷选拔官员的主要标准 涌现出一大批 以儒学为敲门砖 求取功名的士族 汉末军阀袁绍 曹操的重要谋臣 荀玉 崔岩 就都出自儒学世家 在这种风气下 谢氏子弟钻研儒学 再正常不过了 有意思的是 到谢恒的儿子谢坤那一代 画风突变 从正襟危坐的儒生 变成了放荡不羁的狂人 史书记载 谢坤喜欢读老子 装子 为人不拘小节 自由散漫 他还非常蔑视礼法 说话做事 没大没小 总是一副愤青的模样 看起来 谢坤简直是他老爸的反面 父子两代间的鸿沟 是如何形成的呢 还是那句话 时代使然 从曹魏后期到西晋灭亡 七十多年间 攻斗不断 先是司马市 谋夺曹魏江山 搞得腥风血雨 之后 司马市内部 为争夺皇位 相继爆发了 巴王之乱 永家之乱 在险恶复杂的政治环境中 士族经常要选边站队 稍有不慎 就会招来杀身之祸 同时 士族子弟也目睹了一系列乱象 臣子杀皇帝 儿子举报老子 妻子搞发丈夫 亲兄弟互相残杀 总之 儒家主张的基本伦理 及三纲五常 被摧毁殆尽 什么仁义 礼法 亲情 为了一点点政治利益 都可以抛弃 血淋淋的现实 让士族子弟幻灭 他们纷纷放弃儒学 投向玄学 玄学 得名于老子的那句 玄之又玄 众妙之门 他有一套高深的理论 这里不展开 我只说玄学的两个重要内容 这有助于理解 谢氏家风的转变 一是反礼教 玄学认为 礼教压抑情感 扭曲人性 只会制造伪君子 人应当放纵天性 遵循自己的真情实感 这造就了像竹林七贤那样 率性而为 刻意同礼教对着干的名事 谢坤比竹林七贤 晚生几十年 可行事风格如出一辙 谢坤有位方林 长得漂亮 有一天 他在家里访杀 谢坤跑到窗外 打情骂俏 姑娘怒了 甩出一枚飞梭 打掉了他的两颗门牙 这件事传为笑谈 谢坤却满不在乎 照样喝酒唱歌 表示对理教的核心思想 男女之大方 不屑一顾 唐代房玄灵编传近书时 将谢坤的传记 同竹林七贤中的 阮吉和姬康 放到一块 就是考虑到 他们在反对礼教 率性而为方面 一脉相承 玄学的另一个重要内容 是顺生 意思是 人要坦然面对生死 既不做无谓的牺牲 也不做无谓的挣扎 这本来是战国思想家 庄子提出的 而西晋末年的情形 同战国很像 战争激烈残酷 从王公贵族到平民百姓 都可能死于非命 于是顺生思想 显得特别接地气 得到了士族的普遍认同 这方面 谢坤也是高手 有一次 把持朝政的长沙王司马懿 听信传言 以为谢坤要逃跑 把他抓了起来 谢坤知道 多说无意 索性解开衣裳 听贫发落 他的坦然打消了司马懿的顾虑 所以下令放人 谢坤又默默穿好衣服 整个过程中 谢坤面无表情一言不发 好像生死同自己并无干系 谢坤的表现得到了广泛好评 吉康的儿子姬少 狼牙王室的代表人物 王敦王岛都十分赞赏他 谢坤和王敦的关系尤其好 两人脾性相投 经常在一起饮酒唱歌 讨论玄学 这样 谢氏攀上了狼牙王室这棵大树 西晋末年 王敦当上大将军 并任命谢坤为长使 这个职务相当于 部级干部的秘书 不显眼 可就在领导身边 公元316年西晋灭亡 第二年 王敦王岛等人 拥立晋元帝司马瑞登基 定督建康 使称东进 作为开国功臣 王敦的权势达到鼎盛 谢坤这位大秘 也成了千里姑 他却嗅到了一丝危险 随着权势日盛 王敦的野心日益膨胀 动了取而代之的念头 谢坤规劝无效 干脆跑到豫章郡 及今天的江西做台首 远离是非之地 324年初 谢坤死于任上 半年后 王敦造反 遭到镇压 谢坤的明智 让陈俊谢氏 免于灭顶之灾 纵观谢坤一生 他将家族 从儒学世家 改造成玄学名家 同时文文掌舵 避开了政治漩涡 这位陈俊谢氏 从次等士族 崛起为顶级门拔 点定了基础 那么第二部分 崛起 我就来讲述这个过程 谢坤的儿子谢尚 自有才智超群 博览群书 十几岁就向玄学名家 请教 谢尚还精通音律 擅长弹唱 是一枚标准的文艺青年 他的颜值也很高 收录两进名士言行的 试说新语 记录了这么个故事 谢尚有位小妾 服侍过大将军王敦 一次谢尚问他 我比王敦如何呀 小谢答道 王敦跟您比 就是个土包子 原来谢尚容貌俊美 又会打扮 常常穿着一条 绣着花纹的套裤出门 笑过惊艳 试说新语 说他妖野 妖野一般是形容 女子妆容艳丽的 这里却用到谢尚身上 可见他的风姿 不过要在东晋混出头 光懂玄学 颜值高还不够 最最重要的指标 是门帝 东晋实行门阀政治 皇帝没多少实权 朝政有两三个氏族 共同支障 谢尚出道的时候 顶级门阀有三家 狼牙王氏 颖川宇氏和高平西氏 他们的子弟遍布朝野 占据了几乎所有的重要职位 控制着政权和兵权 和这些高门大阀相比 陈俊谢氏还处于边缘 谢氏子弟只能担任中级官员 谁也没想到 之后十几年 谢氏居然像坐上了直升飞机 步步高升 这是怎么回事呢 可以用八个字概括 朝中有人 行事所需 公元342年 晋康帝登基 册封楚蒜子为皇后 两年后 晋康帝去世 晋木帝继位 楚蒜子升格成太后 当时木帝才两岁 由楚太后摄政 这个楚太后不简单 四十多年里 她历经木帝 哀帝 孝武帝 三朝 多次临朝听政 而楚家 同谢氏有联姻关系 论辈分 楚太后还是谢上的外甥女 她自然对谢氏 多有提携 这直接表现为 谢上一年内 连升三级 从小小的文官升任西中狼将 监督六郡军事 兼玉州刺史 作为将领 谢上的军事才能并不突出 她的功劳在政治上 西晋末年 天下大乱 国习流落 东晋初见 因为没有国习 晋元帝被嘲笑为 白板天子 后来 国习辗转到了北方的 阮卫政权手中 阮卫遭到鲜卑族攻击 濒临绝境 谢上趁机提出 只要交出国习 他就出兵相助 阮卫果然上当 谢上拿到国习后 立刻送往京师 然后按兵不动 坐看阮卫灭亡 这事儿虽然干得不地道 但获得国习 无疑增加了 东晋皇室的合法性 也成为谢氏的政治资本 再来讲讲 刑事所需 前面说过 门阀政治强调 士族之间相互制约 保持平衡 这在进墓地时 遭到严峻挑战 挑战者是出身于 乔国桓氏的桓温 凭借卓越的才能 和敏锐的政治嗅觉 桓温步步高升 当上了荆州刺史 荆州位于长江中上游 辖区涵盖江汉平原 为兵家必争之地 桓温占据荆州后 极力扩充势力 对下游的健康 构成了严重威胁 这一来 谢上的玉州刺史一职 就变得非常重要 因为玉州与荆州接壤 桓温想造反 必须先拿下玉州 解除后顾之忧 朝廷当然不会让桓温得逞 在皇室和几个大士族的支持下 谢上牢牢控制着玉州 谢上死后 他的堂兄弟又先后担任 玉州刺史 谢氏兄弟在玉州干了15年 此后桓温才有机会燃制 可这时 他又遇到了一位后起之秀 谢安 谢安是谢上堂弟 比他小12岁 谢安精通玄学 擅长音律和舞蹈 而且同样是高颜值 四岁那年就有名士赞赏 谢安容貌标志 将来布输给王东海 王东海即东晋名士王盟 他风姿绰约 擅谈玄学 被推为士林领袖 长大后 谢安拜访王盟 两人聊了大半天 事后 王盟的儿子问 谢安 比老爸你究竟如何呀 王盟说了四个字 厚生可畏 显然 触动王盟的不仅仅是颜值 还有谢安的学识 年纪轻轻 谢安的玄学造诣就很深了 一次他同几位名士讨论 庄子渔夫篇 大家先各自谈了一通 轮到谢安 他讲得鞭辟入礼 引人入胜 令在座的名士 无体投地 以谢安的条件 做官顺理成章 二十多岁的时候 他确实当过一阵子官 哥只干了一个月 就跑去东山 隐居了 东山位于快基郡 位于金绍兴 宁波一带 山巒蝶杖风光秀丽 谢安看中了这里 迎建别墅 和朋友流连山水 谈旋说理 常来常驻的包括 书法家王羲之 悬言诗人许巡等 谢安在东山隐居二十年 把这里当成第二故乡 所以后人又把东山 称为谢安故立 由于沉迷于隐居 朝廷几次征兆 谢安都拒绝接受 这产生了神奇的宣传效果 因为在东晋 士族子弟有了声望 做官是很自然的 像谢安这样 死活不出来的 极为少见 这反而让他显得特立独行 吸引了大批粉丝 在粉丝眼里 谢安成了十全十美的神仙 连生理缺陷都值得模仿 例如 谢安患有鼻炎 说话比较浑浊 粉丝们就故意捏着鼻子讲话 好接近他的腔调 不过随着堂兄陆续过世 晚辈又太小 振兴家族的重任 最终还是落到了谢安肩上 而朝廷也希望谢家人 继续制约桓温 公元360年 40岁的谢安应照出山 此时 豫州已落入桓温的势力范围 情形对朝廷更为不利 可谢安同桓温同朝十几年 一直到死 桓温都没敢篡位 一无兵权 二无战略要地 谢安靠什么呢 答案是声望 风度和政治智慧 谢安明满天下 桓温要除掉他 等于同其他士族翻脸 这个风险桓温不愿意承担 同时 面对风度翩翩的谢安 桓温总觉得自残行贿 一次 桓温生病 谢安前去探望 他的身影刚出现在窗口 桓温就认了出来 转头对身边人感叹 此人太出众了 另一次更惊险 桓温设宴款待谢安 想趁机杀了他 谁知谢安谈笑自若 还故意问 吃饭喝酒好开心啊 可您为什么要埋伏刀斧手呢 桓温武将出身 学士修养比谢安差得远 谢安的从容把他震住了 并且桓温明白 给谢安撑腰的士族 都反对他篡位 所以只好放人 从上面的例子也能看出 顶撞对方的同时 谢安总会留台阶 这说明他有高超的政治智慧 实际上 谢安刚出山 就是给桓温当幕僚 表示承认他的权威 后来才找个理由 去朝中做了吏部尚书 桓温死后 谢安升任尚书蒲叶 相当于宰相 这是迄今为止 谢氏子弟担任的最高官职 桓温死后 谢安升任尚书蒲舍 相当于宰相 这是迄今为止 谢氏子弟担任的最高官职 而接下来爆发的一场大战 又让谢氏立下不适之功 这就是肥水之战 公元376年 前秦国军福坚统一北方 谋划灭尽 谢安积极备战 安排侄子谢玄任衍州刺士 镇守扬州 负责江北军事 作为谢氏的新生代力量 谢玄不负众望 他在镇江招募训练军队 带出了一支禁旅 北斧兵 谢玄帅北斧兵打了些胜仗 错了前秦锐气 383年 福坚举全国之力南下 决心一战顶乾坤 前秦大军号称百万 东晋主力才八万 顶得住吗 东晋人心惶惶 唯独谢安平静如常 他还拒绝了 环冲吊拨的三千精兵 说 你留着守荆州吧 临到大军开拔 谢安仍然有说有笑 连谢玄都沉不住气了 请叔父指示 谢安反而拉他下棋 谢玄的棋术原本很高明 现在竟连连失手 谢安调侃说 你真是心不在焉哪 谢玄忽然领悟了 叔父这是提醒他 强敌压境更要冷静 只有将领稳了 军心才会稳 才能取得胜利 其实谢安的平静是为了稳定人心 他内心也是波澜起伏 有件事很能说明问题 晋军同前秦军在肥水熬战时 谢安正同客人下棋 战报传来 他看了一眼 随手放下 继续下棋 客人忍不住了 小声问 战事怎么样了 谢安轻飘飘地说 小儿贝 打破贼 前线将领都为谢氏子弟 所以说是小儿贝 他们击败福坚挽救了东晋 直到这时 谢安终于不再掩饰内心的狂喜 他赶着给朝廷送捷报 由于走得太急 跨门坎时 把目击上的齿碰断了 都没发觉 飞水之战 将谢安的声望推向巅峰 谢安获封 卢陵俊功 他的弟弟和两个侄子 也获封公爵 谢氏 号称 一门四公 风头盖过了老牌士族 狼牙王室 至此 陈俊谢氏正式成为了顶级门阀 俗话说 盛极而衰 走到巅峰的谢氏 就该走下坡路了 第三部分 衰落 我就来讲讲 谢氏如何在残酷的斗争中遭到重创 从高门大阀 沦为皇权附庸 公元385年秋天 谢安病逝 享年65岁 不久 谢玄放掉兵权 改任 会计内侍 谢玄非常清楚 臣子功劳太大会是什么下场 所以他有意保持低调 以免沦为政治斗争的靶子 只可惜谢玄死后 这一番良苦用心 还是没能保全谢氏 原因则在于 政治生态的急剧变化 门阀政治的规则是皇帝无为而知 朝政有两三个家族共同执掌 可东晋后期 由于陈骏谢氏退让 其他士族又缺少人才 出现了权力断层 这让一直被架空的皇帝动了心思 孝武帝亲政后 提拔皇族 排挤士族 试图重振皇权 问题是东晋皇室已闲置几十年 没有政治经验 他们野心颇大 能力却十分低下 互相还争权夺利 把国家搞得一团糟 这激起了两件事 农民起义和政治斗争 这两件事重创了东晋 也对陈骏谢氏造成了致命打击 先讲农民起义 公元399年 朝廷在浙东强制征兵 逼出了孙恩之乱 孙恩农民军一度攻克八个军 声势浩大 此时谢氨的小儿子谢衍任会计太守 他首途有则与孙恩作战 结果兵败身死 此后谢衍的长子和次子 也在镇压农民军事战死 孙恩之乱持续近三年 六名谢氏子弟死于战乱 是损失最惨重的士族 战争的残酷 让谢氏子弟把明氏风毒都抛到了身后 据说孙恩手下大将张蒙 落到谢衍幼子谢魂的手上 想到父兄惨遭杀戮 谢魂恨极了 掏出张蒙的肝脏 生生吃了下去 谢魂自己也没有好下场 这就要讲到政治斗争了 孙恩之乱重创了士族和黄泉 朝政陷入混乱 桓温的儿子荆州刺史桓玄 趁须占领健康 费尽安帝自立为帝 可桓玄是个中看不中用的世家子 很快被刘豫和刘毅推翻 进安帝被重新辅上皇位 而刘豫和刘毅凭借的 正是当年谢玄训练的北斧兵 叛乱刚定 刘豫刘毅这两大功臣 又展开了明争暗斗 当时谢魂任中书令 又是士族代表 成为两人都要拉拢的对象 刘豫出身草莽 放过猪砍过柴 为人粗鲁 谢魂看不上 他站到了还算有点文化的刘毅一边 这一选择是灾难性的 最终刘豫胜出 将谢魂下欲刺死 跟着他投靠刘毅的谢氏子弟 也杀了好几个 这是孙恩之乱后 谢氏遭到的又一轮打击 局势已经明朗 想在乱世中生存 只能靠刘豫 幸存的谢氏子弟 纷纷放下身段投靠刘豫 刘豫也乐得收容这些名士 为改朝换代 制造舆论 公元420年 刘豫逼进宫地上尉 创建刘宋政权 在善让大典上 将象征皇权的国喜 捧给刘豫的 正是谢安的孙子 谢旦 至此 晋朝终结 历史进入了南朝 南朝持续169年 历经宋旗良臣四个政权 谢氏的命运又如何呢 谢魂的侄子谢慧 其遭遇就是缩影 谢慧其实挺有眼光的 他早早地跟定刘豫 受到信任 刘豫驾崩前 谢慧作为脱姑大臣 受命辅佐宋少帝 少帝继位时十几岁 只顾他玩 不管朝政 谢慧深感忧虑 他同另几名重臣商定 废除少帝 拥立刘豫第三子 已经成年的刘一龙 为宋文帝 可没想到 宋文帝上位后 极力打压谢慧 逼得他反叛 以至于兵败被杀 谢慧固然死得冤 却同他误判形势有关 东晋时 士族掌权对皇帝不满 架空或废除都可以 进入南朝 权力高度集中到皇帝手里 绝不容许再出现 士族控制皇帝的情况了 谢慧当惯了名士 没意识到 时代已悄然变化 他废除少帝 无论动机怎样 都挑战了皇权 所以宋文帝再感激 也必须铲除他 这是皇权政治的 基本逻辑 谢慧之死表明 门阀政治 让位给皇权政治 原先那套形式 规则失效了 此后宋文帝 又以谋反罪 杀了谢灵韵 谢宗等人 南骑使 谢氏的另一位重要人物 谢条也被冤杀 自此 陈骏谢氏 彻底丧失了政治能量 只是因为高门大法的身份 才能享有特权 沦为给皇权 装点门面的政治附庸 这附庸 当得着实憋屈 谢安死后 安葬在健康郊外的梅岭 公元479年 陈宣帝次子陈淑龄 也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 他竟然派人挖了谢安墓 把石海撒得满地都是 当时 谢安的九世孙谢真 在朝中做官 始终不敢说一句话 从谢安逝世的385年 到他被错古扬晖的479年 90多年间 陈骏谢氏 从巅峰滑落到谷底 明世风流早被鱼打风吹去 不过 陈骏谢氏 毕竟没有像历史上的 其他大家族那样 被时间的尘埃淹没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是谢氏的许多世纪 已经进入了中国人的文化记忆 以成语为例 谢安隐居东山二十余年 复出做官 这创造了一个成语 东山再起 谢安谢玄疏直 赢得匪水之战 又创造了两个成语 风声鹤唳 草木皆兵 山水诗人谢灵韵 用才高八斗四个字 称赞曹执的文学成就 谢灵韵之孙谢超宗 年少有灵气 被诗人誉为凤毛麟角 谢氏家族还出过才女 最出名的 当属谢安的侄女 王羲之的儿媳妇 谢道运 《诗说新语》记载 某日 谢安和后辈一边赏雪 一边讨论 如何形容飞雪 有人说 这好像往空中 洒了把盐 谢道运则认为 飞雪更像 因风而起的柳絮 谢安平定 谢道运的比喻 更贴切 他因此被称为 永续才 在中国文学史上 谢道运 是同蔡文基 李清照 并称才女的 曹雪芹 在《红楼梦》里 就用永续才 来描述林黛玉 而气度上 谢道运又远胜过 通常意义上的才女 孙恩之乱中 丈夫遇害 谢道运怀揣利刃 抱着三岁的外孙 对孙恩说 你要杀就杀我 孩子是无辜的 如此临危不举 把杀人如麻的孙恩 都镇住了 恭敬地放走了他 当然 谢氏最重要的贡献 在文学领域 公元438年 宋文帝设文学馆 与儒学馆 玄学馆 和史学馆并列 这在中国文学史上 是大事 此前 中国文史者不分家 文学馆的设立 则标志着 在人们的心中 文学具备了独立地位 而主持文学馆的 正是谢氏子弟 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因为谢氏 可以说是文学史家 我们前面提到的 所有谢氏人物 个个都是诗人 并称大小谢的 谢灵韵和谢条 更是古典文学史 绕不开的人物 他们在山水题材 还有格律 阴韵方面的探索 为唐诗铺了路 唐代最伟大的诗人李白 就对大小谢推崇被指 举个例子 谢灵韵一生 纵情山水之间 曾在天母山上 留下一首留别诗 诗的最后 以寻仙远游结束 几百年后 李白的那首 《梦游天母引留别》 在题材和内容上 就在模仿谢灵韵的作品 甚至在诗中 李白发现 谢灵韵当年 留宿的地方 就在眼前 而他深灯青云梯 脚下踩着的 也是谢灵韵 同款母鸡 其实到了隋唐时期 陈俊谢氏就已经没落了 对政治毫无影响力 可这有什么关系呢 只要谢氏创造的那些成语 典故和诗篇仍然在流传 他们就将以文化记忆的形式 留存于中华文脉之中 好了 华丽家族 六朝陈俊谢氏家传 就讲完了 听书笔记 在音频下方 我们下期见